嘟嘟嘟嘟 四声响 四道金光闪动 四尺金镖连珠发出 射向两块木牌 每块木牌的正面反面 都会着同样的全身人形 一块会的是一个浓虚粗豪的大汉 旁住 无一刀三字 另外一块会的是一个瘦长的汉子 旁住 苗人凤三字 人形上著名人体周身穴道 木牌下皆有木饼 两个伸手矫健的壮汉 各持一排在练武厅中 快步奔走着 大厅东北角一张椅子中 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白发婆婆 口中喊着胡一刀 或苗人凤穴道的名称 一个二十来岁的英俊少年 尽装结束 标囊中带着十几支金标 听到婆婆喊出穴道名声 右手激扬 一道金光射出 啪的一声 钉向木牌 两名石牌的壮汉 头戴钢丝罩子 身上穿了厚棉袄 在罩上牛皮背心 手上戴着皮手套 唯恐那少年呢 失了准头 这金标 招呼到他们身上 两人是钻高扶低 摇摆木牌 要让他不易打中 大厅外的窗口 扶着一个少女 一个青年汉子 两人各在窗纸上 舔尸了 弄出小孔 右眼凑着向里偷窥 两人见那少年 身手不凡 发飙甚准 不忧地相互对望了一眼 这脸上都露出了 亚裔的神色 天空黑沉沉地 堆满了乌云 大雨倾盆而下 夹着一阵阵电闪雷轰 势道吓人 黄豆大的雨点 打在地上 刷刷声响 只见到窗外 两个少年男女身上 他们都身披 游不渝衣 对厅上的事情 很感好奇 又再凑眼 到窗洞上去看时 听那婆婆说道 嗯 准头 还可将就 就是没劲 今日 就练到这里吧 说着 慢慢起身 那少女拉了汉子一把 急忙转身 向外院走去 那汉子低声道 哎 这是什么玩意儿 那少女道 什么玩意儿 自然是练标了 这个人的准头 算是挺不错的了 那汉子道 哎 难道练标我也不懂啊 可是木牌上 干嘛写了什么 胡一刀 苗润凤啊 那少女道 嗯 这就有点邪门了 你不懂 我怎么就懂了 哎 咱们 问爹爹去 这少女啊 十八岁上下年纪 一张雪白晶莹的鹅蛋脸 眼珠子黑漆漆的 两颊蕴红 周身透着一股 充满了尽力的活泼青春气息 那汉子呢 浓眉大眼 比少女 大着六七岁 神情粗豪 脸上生满了紫色小窗 相貌有点丑陋 但是步履轻健 精神饱满 英气勃勃 两人穿过院子 雨越下越大 活得两人脸上都是水珠 少女取出手帕 抹去脸上的水滴 哎哟 红红白白的脸 精水一洗 更显娇嫩呢 那汉子愣愣地望着他 不由地呆了 少女侧过头来 故意歪了斗力 让沥上雨水流入了他的一脸 那汉子看得出神 呵呵 镜子不觉 那少女不沉的一声笑 轻轻地叫了一声 傻瓜 便走进花厅了 厅中东手 生了好大一堆火 二十多人团团围着 在火旁烘烤 给雨水淋湿的衣物 这群人身穿玄色或蓝色短衣 有的身带冰刃 是一群镖客 胖子手和脚夫 厅上站着三个五官打扮的汉子 这三个人呢 刚进来避雨 正在解去失忆 这陡然见到 这明艳照人的少女 不由的眼睛都是一亮啊 那少女走到考虎人群中间 把一个精干瘦削的老人 拉在一旁 将世才在后厅见到的事情 悄声说了 那老人约莫五十来岁 精神健忘 头上微贱花白 身高不够无耻 但目光炯炯 凛然有微 他听了那少女的话 眉头一皱 低声喝则道 嘿 有曲惹是生非 若让人家知觉了 岂不自讨没趣啊 那少女伸了伸舌头 笑着道 嘿嘿 爹 这趟陪你老人家出来走标 这可是第十八回挨骂了呢 那老人道 我教你练功时 旁人来偷瞧 那怎么了 那少女本来嬉皮笑脸的 听了父亲这句话 不禁心头一沉呢 他想起去年 有人悄悄 在场外偷瞧他父亲演舞 父亲明明知道 却不说破 在事发绣剑时 突然一见 将那人打下了一只眼睛 这总算他手下荣情 尽到没有始卒啊 否则绣剑穿脑而过 哪里还有命在呀 父亲后来说 偷师切意乃是武林大计 比偷窃财物 更为令人痛恨 那少女一想 倒有些后悔 实财呀 不该偷看旁人练武 但姑娘的脾气 要强好胜 嘴上不肯服输 说道 爹 那人的飘法 一时平常的紧 保管没人偷学了 老者的脸一沉 知道 你这个丫头 怎么开口就说 旁人的玩意不成啊 那少女一笑道 嘿嘿 谁叫我是百胜神拳 马老标头的女儿呢 三个五官烤火 不时斜眼 飘向那美貌少女 只是 他父女俩的说话声音很低 听不到说些什么 那少女最后一句话 说得大声了 一个五官听到 百胜神拳 马老标头的女儿几个字 瞧瞧 这短小瘦靴 骨头没几两重的 干瘪老头 又横着眼 一扫插在 厅口那只 黄底黑色线 绣着一批 插翅飞马的标旗 闭中哼了一声 寻想着 百胜神拳 吹得好大的气啊 这老者 姓马 鸣行空 江湖上外号 叫做百胜神拳 那少女 是她的独生爱女 马春花 这名字 透着有些俗气 可是江湖上的五人 也只能给姑娘 举个什么春啊 花儿的名字 跟她一起偷看 人家练标的汉子 姓徐 担明一个征子 是马行空的徒弟 徐征 蹲在火堆旁烤火 见那五官 不住用眼睛瞟着师妹 会游得心头有气 向他怒目瞪了一眼 那五官呢 刚好挥过头来 跟他目光 灯尸就对上了 心想 嘿 你这小子 横眉怒目干嘛 也恶狠狠地瞪他一眼 徐征 本来就是霹雳火爆脾气 见对方无礼 当下 胡起了脸 目不转睛地 瞪着那五官 那五官 约莫三十来岁 身高绑宽 一脸惊悍之色 他哈哈一笑 向左边的同伴道 哎 你瞧这小子 斗筋死的 是你偷了他婆娘 还是咱的 那两个五官 对着徐征 哈哈大笑 徐征大怒 祸地站起来 喝道 你 你说什么 那五官笑 隐隐的道 嘿嘿 我说 小子 哎 我说错了 啊 我跟你赔不是 徐征的性子直 听到人家赔不是 也就算了 正要坐下 那人笑道 嘿嘿 我知道 这人家呀 不是偷了你婆娘 那准是偷了你妹子 徐征一跃而起 便要扑上去动手 马行空喝道 真儿 坐下 徐征一喝 脸孔仗得通红道 师父 你 你没听见啊 马行空淡淡的道 人家官老爷们 爱说几句笑话 又干你什么事了 徐征对师父的话 向来半句不甘伪拗 狠狠瞪着那五官 却慢慢坐了下来 那三个五官又一阵大笑 更肆无忌惮地 瞧着马春花了 目光中满是银邪 马春花见着三人无礼 药带发作 却知 爹爹素来不肯得罪官府 寻思 怎生个乏 跟这三个臭官 打一场价呢 突然 电光一闪 找得满听光亮 接着一个焦雷 咔 真的个人耳朵嗡嗡发响 这霹雳 便像打在这厅上一般 天上就似开了个缺口 雨水是大片大片的 泼江下来 雨水中 只听着门口一人说道 这雨实在大得很了 只得借光再宝庄避一避 庄上一名男徒说道 哦 听上有火 大爷 请进吧 听门推开 进来一男一女 男的长身欲力 气宇宣昂 背上复着一个包裹 三十七八岁的年纪 女的月末二十二三 浮光圣雪 眉目如画 竟是一个绝色丽人 马春花 本来算的是个美女 但这丽人一到 丽时就给比下去了 两人没穿雨衣 那少妇身上披着男子的外衣 已全身尽湿了 那男子挟着少妇的手 两人神态亲密 四十一对新婚夫妇 那男子找了一块脉杆 在地下铺平了 扶着少妇坐下 显得十分温柔体贴 这二人一是东盛华贵 少妇头上插着一只 香猪的黄金凤头钗 那珍珠啊 既有小拇指大小 光滑圆润 朱光盈燃啊 甚是珍贵 马行空暗暗呐喊 这一带 岛上很不太平 强途出没呀 这一对夫妇 非福即贵 怎的 不带名侍从 两个人 孤孤单单的感到呢 饶使他在江湖上 混了一世 却也猜不透 这二人的来路 马春花 见那少妇 神情伟顿 双目红肿 自是途中 遇上大雨 十分辛苦 这般穿了湿衣烤火 湿气逼到体内 非生一场大病不可呀 便打开了衣箱 取出一套自己的衣服 走进去 低声说道 杨子 我这套粗衣服 你换一换 带你轰盖衣衫 再换回吧 那少妇好生感激 向他一笑 站起身来 目光中 似乎 在向丈夫询问 那男子点点头 也向马春花 一笑视线 那少妇 拉了马春花的手 两个女子 到后厅 借房换衣了 三个五官 相互一望 脸上出现了 特异的神色 心中都在想象 那少妇换衣之时 顶然美不可言 是才和徐征 斗口的那个五官 最为大胆 心头发痒 低声道 嘿嘿 我瞧下去啊 想啊 设法去偷看 另一个笑道 嘿嘿嘿 我老何 别胡闹啊 那姓何的五官 眨着眼睛 站起身来 跨出几步 一转念 从地下拾起了腰刀 挂在身上 徐征受了他的羞辱 心中一直气愤 见他走向后院 转头 向师父望了一眼 见马行空 闭着眼睛在养神 又见七阳两位镖头 五个烫子手 和十多名脚夫 守在飙车之旁 严行戒备 绝不知出了乱子 于是呢 跟随在那五官身后 那五官听到背后脚步响 转过头来 见是徐征 咬咬咬一笑道 小子 你好啊 徐征道 臭官 你好啊 那五官笑道 想挨揍是不是啊 徐征道 是啊 我师父不许打你 咱们悄悄打一架 好不好 那五官自是武艺了得 没将这愣头小子瞧在眼里 只是他标行人多 己方只有三人 倘若全欧 这定要吃亏啊 这愣头小子要悄悄打架 那再好也没有了 便笑着点头道 嘿嘿 好啊好啊 咱们走得远一些啊 要是给你师父听见 这一架就打不成了 二人穿过天井 要寻一个没人的所在动手 忽见回廊上转出一人 那人身穿绸袍 眉目清秀 正是适才练标的少年 徐征心中一动 借他的舞厅打架 最好不过呀 上前一抱拳 说道 爷太请了 那少年还了一意 说道 哦 大官有何吩咐 徐征指着那五官道 在下跟这位总爷有点小过节 想进爷太的练舞厅一用啊 那少年好生好奇 心道 你怎知我家有练舞厅呢 但学武之人 听到旁人要比武打架 可比什么都欢喜 当即答道 好极 好极啊 领着二人走进练舞厅 这时老婆婆和庄丁都已散去 练舞厅上更无旁人 那五官见四臂兵器架上刀枪剑戟一应俱全 此外 沙包剑靶十锁十骨 放得满地都是 携手地下还安着七十二根梅花桩 暗暗点头 心想 哈哈 原来这一家人会武啊 只怕功夫还不错呢 向那少年一抱拳 说道 在下来贵庄碧鱼 还没请就主人高姓大名啊 那少年忙迹还礼 说道 哦 小人姓商 明保镇 两位高姓大名啊 徐征抢得道 我叫徐征 我师父是飞马标局的总标头 百胜神拳 马星空啊 说着 向五官瞪了一眼 心道 哼 你听了我师父的名头 可知道厉害了吗 商宝镇拱手道 哦 久仰 久仰啊 请教这一位 那五官道 在下 御前侍卫 何思豪 商宝镇道 哦 原来是一位侍卫大人啊 小人素文 京师 有大内十八高手 想来何大人 都是知交啊 何思豪道 啊 那大半 也相识的 其实呢 皇帝身边的侍卫 共分四等 侍卫班领 使长 一二三等侍卫 都是由 正皇 香皇 正白内的 三旗宗室 清贵子弟 重任 汉人 侍卫 属于 第四等 这何思豪 在侍卫中 只是一个 最末等的 蓝领侍卫 所谓 与大内十八高手 大半相识 那是 他识得 人家 人家 就不识得 他了 徐贵大声道 尚公子 你就给做个公正 我跟这姓何的 公公平平打一架 不管是谁输谁赢 都不许向旁人说起 他生怕师父知道了责骂 何思豪哈哈一笑道 哈哈哈哈 剩了你这愣头小子 有个屁了不起 还得向旁人吹大气嘛 愣小子 上啊 一摞长袍 拉起跑脚 在腰带中塞好 与征脱下长袍 将辫子盘在头顶 摆了个对拳 双足并拢 双手握拳相对 倒也神定气贤 何思豪见他这姿势 是扎拳门人 与人动手的起手势 已放下了一大腕的心 心道 什么百胜神拳呢 这扎拳 三岁小孩也会呀 有什么稀罕 原来啊 弹 扎 花 红 象称 北拳四大家 只弹腿 扎拳 花拳 鸿门 四派拳术而言的 在北方流传极广 任何练拳之人都略知一二 算的是拳术中的入门功夫 何思豪见对手拳法平常 向伤保镇一笑 说道 显丑了 一招上步野马分踪 向徐征打了过去 他指的是太极拳 其实太极门声势甚盛 人人均知是厉害的那家拳法 徐征不敢怠慢 左脚向后踏出 上身转成坐盘式 右手按左手聊 一招后插不了掌 出手是甚为快捡 何思豪见来一招劲道不弱 忙使出一招 转身抱虎归山 避开了这一撂 徐征使一招攻不架打 右拳呼的一声击出 直扑对方面门 何思豪不急避挡 便使一招如风四壁 双掌一风 啪 二人使全掌相交 何思豪只敢手腕隐隐生痛 心到腰 这小子蛮力到大呀 煞尸之间 二人各斩拳法 拆了十余招 商宝镇站着旁观 见徐征脚步沉稳 出拳有力 何思豪却身形飘忽 显然轻功颇有根基 使的是太极拳 手脚却甚为迅捷 逗到憨处 何思豪哈哈一笑 啪的一声一掌 击中了徐征的肩头 徐征飞脚踢去 何思豪侧身闪避 一招玉女穿梭 啪的一声 又击中徐征的手臂 徐征更不理会 轮拳击弓 突然直出一拳 一招攻不劈打 砰的一声响 正中对方胸口 这一拳 拙力极沉呢 何思豪脚步踉跄 退了几步 终于是一拳坐到 只听旁边一个女子的声音 叫声叫道 好 商宝镇回过头去 见两个女子站在厅口 一是少妇 另一个 却是个闺女 她先前 宁神观斗 不知身后有人 原来啊 马春花和那少妇 换了衣服 经过此处 听到了呼吱比武之声 再听口一望 哎哟 竟然是师兄 跟那五官打架 这时 见师兄得胜 不由的 出声喝彩 何思豪给这一拳 打得是好不疼痛啊 在女子面前丢脸出丑 更加老羞成怒 一遇而起 乘着跳跃之士 一臭妖刀在手 小子你招刀吧 刷地声 上部就是一个直批 徐征毫不畏惧 仍以扎拳 空手与他相斗 只忌惮对方兵器锋利 已然闪避多 进攻少了 马春花 见这五官 脸上神情狠恶 并非寻常打架了 一如拼命一般 不由的 就有些担心了 那少妇扯扯她的衣袖 咱们走吧 我最后人动刀子 出拳头了 当此情势 马春花哪里肯走啊 知道 再看一会儿 那少妇眉头一皱 静字走了 商宝镇 明神看着那五官刀势 又留心徐征闪避和上部抢弓之法 手上暗扣一支金镖 若那五官用刀伤人 他就要伸手相救了 但见徐征双目紧紧盯着刀锋 刀锋向东 他的眼睛跟到东 刀锋削向西 眼睛也跟到西 但见一刀迎面砍来 他身子略闪 飞脚向敌人手腕上踢去 唰的一声 何思豪回刀削足 徐征长笔机身 砰的一响 一拳正中他鼻梁 何思豪大痛 手脚略缓 徐征左手挥出 啪的一下 抓住他的腰腕 一拿一扭 将腰刀夺过 何思豪怕他顺势回刀削来 盲向后跃 举手往脸上一抹 满手是血 徐征将腰刀往地上一摔 说道 哼 你还敢瞎着眼睛骂人 何思豪满脸羞愧 不敢作声 商宝镇伸手一拉徐征后劲 使了个眼色 徐征尚未会议 商宝镇一大声说道 哈哈 双方不分胜败呀 好了好了 大家武功一般高明 小弟佩服得紧呢 徐徐征道 怎 怎是不分胜败呢 商宝镇道 两位武功各有独到之处啊 徐兄的扎拳纯属 何大人的太极拳和太极刀更是厉害至极啊 徐兄 你一时侥幸 其实讲真功夫 还得算何大人呐 一面说 一面取出手帕 往何思豪抹去鼻血 徐征还要再争 马春花道 师哥 别理他 咱们出去 徐征打了何思豪两拳 一口恶气已出 但商宝镇说话含糊 明明袒护对方 道思自己输了 越想越弄 狠狠地望了他一眼 随着师妹出去了 走到天井 天空轰隆隆 一片雷声过去 雷声中夹着商宝镇 何丝毫的大笑之声 显然这二人在背后笑他 他虽打架获胜 但越想越不愤 气鼓鼓地坐在火旁 见师父双目四开四壁 睡意甚浓 过了一会儿 何思豪走了出来 不知跟那两个五官 说些什么猥亵言语 三人一起哈哈大笑 不时邪目飘向那美貌少妇 马星空慢慢站起 伸了个懒腰 走到飙车旁解释 忽然叫道 正儿 过来 你瞧这儿怎么了 徐徐征听师父叫他 忙起身过去 马星空侧过身子 面向墙壁 伸手整理飙车 低声道 不长进的东西 你那招垫不踹腿 怎么踹偏了 负责 哪用跟他缠斗这么久啊 徐征吓了一跳 颤声道 你老人家都瞧见了 马星空道 哼 你莫想在师父面前捣鬼 踏实那招 提步高探马时 你干什么不实 功不双腿掌啊 迎面之计 早就胜了 你就是胆小怕死啊 徐征 回想事才相斗之时 初时呢 不知敌人虚实 果然有些害怕 有几招使得太过稳重 看来师父装作不知 其实是躲在窗外观看 马星空又道 快进去 谢心那姓伤的吧 人家年纪比你轻 可有多精明能干呢 徐征大威差一道 师父 谢什么呀 这姓伤的偏心不是好人 马星空冷笑道 是啊 他是偏心的 可是 他偏心维护你徐大爷呢 徐征满心糊涂 正正的望着师父 马星空低声道 你打的是什么人 他是御前侍卫 咱们呢 那是凭人家赏口饭吃的走镖的 关老爷当真跟你为难起来 咱们还不是吃不了兜着走吗 那少年维护住了他的面子 叫你这愣头小子 少了一桩后患呢 徐征是恍然大悟 连称 是 是啊 奔到了后院练务厅中 见商宝镇抬手 踢腿 正在练一招扎拳中的功不披打 正是徐征 适才用以击中何思豪的那一手 他见徐征进来 脸上一红 急忙收拳 徐征抱拳道 商公子 我师父叫我给你道谢来了 我起初不明白你是好意 心里还怪你呢 商宝镇道 徐大哥 你的武功胜过那个侍卫 何止十倍啊 小弟佩服的紧呢 徐征听他称赞自己 甚是高兴 当即跟他谈了起来 问道 你练的是哪一门功夫啊 商宝镇道 啊 小弟初学 什么也没学会 谈不上是哪一门哪一派 是才见徐大哥用这一招打他 呃 是不是这样 说着 右足踏出 右拳披打 左手心向上拖住右臂 徐征刚才此招取胜 见他比划自己的得意之作 自然是兴高采烈 说道 嗯 这招啊 有两句口诀 叫做 陆海营门三不顾 批拳调打 不容宽 这两句顺口说出 忽然想起 这是师门锁穿心法 怎能胡乱 说于歪人知晓呢 王转口道 哦 你比得很对 哎 就是这招啊 商宝镇道 呃 什么叫做 陆海营门三不顾呢 徐徐征道 这个啊 你看 我也忘了 他不善撒谎 这一句话说出口啊 脸也红了 商宝镇知道 他不肯说 也就不再问了 只是卓一结纳 将他捧着 晕头转向 全身轻飘飘的 如在云端 徐征道 商老殿 咱也别闹徐闻了 你使一套拳脚 给我瞧瞧 倘若有什么 不到的地方 我跟你说说 也不枉了 今日结交一场 商宝镇大喜 呦 能再好也没有了 等一下 拉开架子 在场中 打起拳来 但见他 头趟神挂一条鞭 二趟十字 绕三肩 使得是十二路弹腿 这一路拳脚 使得倒也纯属 但出拳不正 脚步虚浮 虽刨袖生风 姿势华丽 若与人动手 却半点管不得是啊 只把徐睁看得是暗暗摇头 等他打完十二趟 犀牛望月转回环 忍不住叹了口气 说道 哎哟 兄弟 莫怪我直言呢 教你武艺的师父 是耽误了你啊 正要往下解释 忽见马春花 在听口一探头 叫道 师哥 弟弟叫你 徐睁忙向伤保证告辞 回到厅上 只见火堆旁 又多了两个避雨之人 一个是没有了右臂的独臂人 一条极长的刀疤 从右眉起 斜过鼻子 直延伸到左边嘴角 在火光照耀下 显得面目可怖 另一个是个十二三岁的男孩 黄黄瘦瘦 两人衣衫都很拦绿 徐睁向两人望了一眼 倒也不在意 走到马星空面前 叫了一声 师父 马星空脸一沉 低声道 去了这么久 又在卖动武艺了 是不是啊 徐睁道 弟子不敢 这里性伤的主人 标法不错 哪知拳脚一点也不成啊 马星空道 呵呵呵 傻小子 你给人家冤了 赢你这点功夫 就是有两个 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啊 徐睁一笑 呵呵 那怕不见得 他师父教的十二路弹腿 尽管好看 不管用啊 马星空道 你知道他师父是谁啊 徐睁心中暗奇 我师父没跟他姓伤的见过面 又没见他练过拳脚 怎么连他师父是谁也知道了 当下答道 弟子不知 想来啊 是个不中用的混混 马星空冷笑了一声 低沉的声音 说道 呵呵呵 不中用的混混 哼 十三年前 你师父给人砍过一刀 皮过一掌 养了三年伤 防得康复 那人是谁啊 徐睁一惊 说道 八卦刀 商界明啊 马星空 低声道 半点也不错 那商界明 可是山东武定县人 这里 可正是武定县 主人家 姓商啊 咱们胡乱进来避雨 初时并没留心 你瞧 郑梁上会着什么 徐睁抬起头来 这见郑梁上 金漆漆着一个八卦图形 不由得大吃一惊 忙道 师父 快抄家伙 咱们撞到仇家窝里来了 马星空淡淡的道 倒不用忙 商界明 早给人家杀了 徐睁曾听师父说过 当年大败在一人手里 那就是山东大豪 八卦刀商界明啊 只因这是师门的奇耻大辱 师父后来不提 也就从此不敢多问一句了 却不知商界明原来已死啊 他低声道 是您老人家后来报仇了吗 马星空哼了一声道 哼 商界明的武功 我再连一辈子也赶不上 就凭我这点玩意儿 哪杀得了他呀 徐睁大旗问道 啊 那么 是谁杀了他呀 马星空道 那少年 用金镖打木牌上的人形 商界明 就是给这两个人杀的 徐睁睁大了眼睛 毁刀 秒人放 马星空点了点头 脸上神色阴郁 便如屋外的天空 那般黑沉沉的 徐睁平素对师父 佩服的是五体投地 以为当时之间 说到武功 极少有人能够强得过 百圣神拳马老标头了 岂知这时 听到师父言道 每当八卦刀 商界明的武功远胜于他 胡椅刀与苗人凤的武功 又在商界明之上 不由得大为惊诧 低声问道 那 胡椅刀与苗人凤 是何等样的人物啊 马星空道 呵呵呵 胡椅刀的武功 抢我十倍 只可惜 在十多年前 死了呀 徐睁舒了一口气道 哎呀 想是病死的了 马星空道 给人杀死的 徐睁睁大了眼睛道 胡椅刀 这么厉害 有谁杀得了他呀 马星空道 打遍天下无敌手 金面佛苗人凤 这打遍天下无敌手 金面佛苗人凤 十三字 一口气说将出来 声音虽低 却大惧威严 徐睁胸口一沉 正待说话 猛听的门外 隐隐马蹄声响 大雨中 十余匹马 急奔而来 那面目英俊的相公 与那美貌少妇 听到马蹄声 相互望了一眼 似在强自镇定 但脸上 终究露出了金黄之色 那相公拉着少妇的手 挪动座位 似是怕火堆制烤 已远了些 马星空向外望了一眼 紧了紧腰带 十多匹马奔到庄前 戛然而止 但听得数声呼哨 七八匹马绕到庄后 马星空一听哨声 脸上变色 低声道 顶着点 徐征甚是兴奋 声音发颤问道 那会儿来了 马星空不再回答 大声喝道 大家伙儿臭家伙 顾飙啊 这句话一喝 飙鸿行人众 灯石大乱 直到有截飙的 黑道强人到来 当机越起 启阳两位飙头 和五名烫子手 指挥车夫 将十余辆飙车围成一堆 马春花 反脸有喜色 拔出柳叶叨叨 爹 是哪一路的 马星空皱着眉道 还不知道 接着 自言自语道 这一路朋友好怪 道上也不踩盘子 就这么说道 便到了 一言方霸 只听到围墙上 拖拖拖接连声响 八名大汉 一次黑衣打扮 手指冰刃 一字排开的 站在墙头 马春花扬起右臂 将一只袖剑射出 马星空脸色凝重 低声喝道 别胡来 叫我眼色行事 八名黑大汉 望着厅上中人 一言不发 砰的一声 大门推开 近来一个汉子 身穿宝蓝色断袍 衣服华丽 但面貌为喜 缩头缩脑 与一身衣服 极不相衬 这人抬头望了望天 见大雨倾盆而下 黑的一声笑 足尖一点 嗖的 穿过了院子 站在厅口 这一下飞跃身形极快 大雨虽密 却只在他肩头 打湿了数点 徐征御马春花 对此人本来不以为意 忽见他露了 这一首轻功 这才生忌惮之心 向马星空望了一眼 马星空右手握着烟袋 拱手说道 请恕老汉眼拙 没曾败会 朋友尊姓大名 保寨 歇马哪里呀 商家宝少主人商宝镇 听到马蹄声响 编辑暗藏金镖 腰玄礼刀 来到了厅前 见那道奎 手带避余戒指 长袍上 闪耀着几粒黄金扣子 左手拿着个翡翠鞭壶 不带冰刃 神情打扮 就如是个爆发祸 负伤 只听他说道 嘿嘿嘿 在下姓颜名机 老英雄自是百胜神拳 马行空了 马行空抱拳道 不敢 这外号是江湖朋友给在下脸上贴金 三脚猫的把势浪得虚名 不足挂齿 心中暗存 颜机 那是什么人呢 没听说江湖上有这号人物啊 颜机哈哈的一笑 指着站在墙头的一粒黑汉子说道 兄弟们饿了几天肚子了 想请马老英雄赏口饭吃 马行空道 盐寨主言中了 正儿 取五十两银子 请盐寨主赏赐弟兄 他这是按江湖规矩行事 但瞧 对方的神情声势 绝非五十两银子所能打发的 果然 颜机仰天哈哈大笑 说道 哈哈哈哈 马老英雄保镖 一保就是三十万两 姓颜的眼界虽小 区区五十两 倒还不在眼内啊 马行空心中嘀咕 此人信息到零 怎地大听得清清楚楚 只我保了三十万两银子 眉头一皱 仍按江湖规矩说道 哈哈 姓马的 有个屁本事 保什么标啊 全凭道上兄弟朋友 给连罢了 盐寨主 今日虽初见 咱们 东边不会西边会 麻谋有幸 今日又多交一位朋友了 不知盐寨主有什么吩咐啊 盐寂道 哦 吩咐不敢当 只是在下生来见财眼开 三十万标银打鼻子下过 不许 又上音质啊 但马老标头竟然开口朋友 闭口朋友 这样吧 在下只取一半 二亿天作武 就借十五万两银子 花拆花拆好了 也不带马行空答话 左手一挥 墙头八名大汉 纷纷跃下 奔到了厅口 有人问道 都去了 盐寂道 不 拿一半 留一半 油食大家辣 油饭大家吃嘛 众大汉是轰然答应 就往飙车走去 马行空是勃然大怒 见那些大汉 从墙头跃下时 伸手呆滞 并没有高手在内 一无担忧之心 淡淡地说道 盐寨主 是不肯留一点余地了 盐寂恶然道 嗯 怎么不留余地 我不是说 取一半 留一半吗 哥俩有商有良的 公平交易呀 徐征再也忍耐不住了 抢上两步 伸手指着盐寂 大声说道 哼 亏你在黑道上行走 没听过 飞马标局的名字吗 盐寂道 嘿嘿嘿 飞狗标局嘛 我小养媳妇倒听过 他妈的 老子确实第一次听见的 身形一晃 呼的七道听用 拔下插在车架上的飞马标旗 将旗杆一折两段 置在地下 随即伸脚在旗上一踏 这件事 党真是犯了江湖大忌 解标的事情常有 却极少有如此做到绝的 如非双方有解不开的死仇 那是决心以命相搏了 标杭人众一箭之下 灯石大滑 居正更不大话 冲上去一招踏步击掌 左掌向他胸口猛击过去 严肌侧身闪避 说道 有 小子 想打吗 左掌反过 急抓他手腕 居正便后插步白掌 左手向后勾挂 右掌向上白举 紧急敌人下额 眼睛头一偏 右拳直击下来 这一拳来路极怪 居正忙摆头让开 砰的一声 肩头倚中一拳 但觉拳力沉重 朕的胸背隐隐作痛 居正脚步摇晃 险些摔倒 请他身强力壮 下盘马不扎的急稳 盲便扑腿穿掌 身子微矮 右腿屈膝蹲下 左掌穿出 那是卸力反攻 扎拳的高明招数 严肌并不理会 微微一笑 左腿反勾 向后倒梯 这一腿更加古怪 徐征大亥急忙窜上月臂 严肌右拳直击 喝道 恭喜发财 砰的一响 正中他的胸口 这一拳好生厉害 徐征仰天一跤跌倒 在地上连打了几个滚 哇地生 吐出一口鲜血 极硬朗的一个小伙子 竟给这一拳打得 站不起身来 军道士轰然喝彩 叫道 哎 哈哈 这一拳够这小子挨的 标杭诸人 竟严肌出手如此狠辣 都又惊又怒 马春花伸手去服师哥 急得要哭 忙问 怎么了 马星空一声走江湖 不知见过多少大风大浪 但这道奎使的是什么拳脚 却半点也认不出来 三个侍卫也在低声议论着 点的是哪一派的呀 瞧不出来 有点像五行拳 不 五行拳没那么邪门 马星空走上两步 抱拳道 严寨主 果然毫无意 多谢教训了小徒 也好让他知道 江湖上尽多能人 严肌笑道 我这几圈三脚猫 算什么玩意儿啊 给你马老英雄提鞋 道变虎也挨不上边儿啊 只好哄哄人家小媳妇 光棍别的不会 你奶奶的就只会这个 这就请教你马老英雄的白胜神拳呢 马星空见他满脸油光 说话贫嘴滑舌 不折不扣 是个破皮无赖 怎的又练就了这样一身怪异武功 当真奇怪 打定主意 先行指手不攻 再认清他的全路再说 当下宁神协力 双手虚握 三个侍卫 商宝镇 表行众人 一起宁神观斗 都知 这一场争斗 不但观赦到 三十万两标银的安危 也是马星空 身家性命 一生威望之所系 大厅中人人肃静 只听得火堆中柴探爆裂 发出轻轻的壁扑之声 院子中大雨如注 竟没半分停歇之意 那华夫相公自和少妇 并肩低声说话 对马炎争斗 全没留心 眼机从怀中取出一个 晶莹碧绿的翡翠鼻烟壶 伸手指沾了些鼻烟 吸了一口 慢慢将鼻烟壶放回怀中 就像赌场上赌徒 要下重注之前的姿势一般 他也知马星空是个劲敌 将辫子在头顶盘了个圈 叫道 哈哈哈哈 光棍祖上不记得 要吃饭就得拼劳命 他奶奶的 这就拼呐 呼的挠身直上 左拳猛出 向马星空击去 马星空带他拳头离胸半尺 一个白鹤亮翅 身子一向左转 乘弓箭步 两臂向后乘勾手 呼的一声轻响 倒挥出来 平举反击 使得乃是少林派中 极为寻常的扎犬 但架势宁稳 出手抬腿之际 甚为老练狠辣 那相公对镖克 与强人的争斗 本来并不在意 偶然斜眼一瞥 正见到炎姬 一足反踢 招式奇特 不由得留神观看 那美副叫道 归农 归农 那相公随口慢应 目光却灌注在二人的拼斗上 那美副伸手摇了摇他的肩膀 说道 一个糟老头 一个破皮混混打架 当真就这么好看吗 那相公听他话中大有不悦之意 忙转头笑道 这破皮的拳脚好古怪呢 那美副叹道 嗨 你们男人 天下最要紧的事 就是杀人打架 那相公笑道 你不许我看 我就不看 那你向着我 让我把你美丽的脸蛋 敲个薄 那美副 滴滴一笑 甚为娇媚 果真 抬起了头望他 两人四目相投 脸上都充满了柔情蜜意 这时马行空与道奎 已斗得是如火如荼 甚为激烈 马行空的一路扎拳 勘勘打完 仍站不到半点上风啊 那严肌的拳脚 来来去去 只十几招 或伸拳直击 或勾腿反踢 或沉肘擒拿 或劈掌夹腿 三明五官看了一阵 早就察觉他招数有限 但马行空居然站他不下 都觉好笑 眼见马行空 是一招马当推拳 跨腿成骑马式 右手抽回 左手向前猛推 何四号叫道 沉肘擒拿 果然不出所料 严肌手肘一沉 就施展擒拿手 抓他手腕 马行空急忙变招 手臂缩回 微微转身 何四号笑道 哈哈哈哈 勾腿反踢 严肌果然勾起右腿 向后反踢 马行空的武功 高出何四号不知多少 何四号既事先瞧出 他岂有料不到之理啊 但说也奇怪 明知对手要勾腿反踢 竟没法以福招破解呀 马行空号称百胜神拳 少林派各路拳术 全烂熟于胸 但见扎拳奈何不得对方 找数一辩 突然快打快踢 拳势如风 旁观者登时目为之炫 他使的是一路 燕青拳 那燕青 是纵朝梁山坡上好汉 当年相扑之际 天下无对 这一路拳法穿江下来 讲究纵越起伏 盘扭挑打 全是尽手招式 马行空年纪虽老 伸手仍极为矫健 篡高伏低 宛若离貌 严肌见敌人变招 仍以那十几招又笨拙又难看的拳脚 翻来覆去的使用 商宝镇 徐征 马春花 以及七标头 杨标头 见着道奎 武功如此古怪 都差一万分 美人到这时 都已料到 他下一招是身拳之机 还是披掌夹腿了 不禁随着何丝毫叫了出来 但马行空 竟奈何他不得 只见马老标头 上步进轴裹身拳 迎面抢快打三拳 左右跨打 反身踩锤 踢腿撩引十字拳 一招接一招 犹如门外的狂风暴雨一般 但那炎姬 只一招毛手毛脚的身臂之机 就将他所有巧妙的招式尽数破解了 那独臂人和黄兽小孩 一直缩在屋角之内 瞧着马行空和炎姬比武 独臂人低声道 小爷 你仔细瞧那刀魁 要瞧他仔细 千万别忘了他的相貌 小孩道 干嘛呀 干嘛要瞧他 独臂人道 你记得这人 永远别忘了 小孩道 他是大坏人吗 独臂人咬牙切实地道 隐差阳错 叫咱们在这里撞进了他 你瞧清楚了 别让他知觉 过了一会儿 独臂人又道 你总说 功夫练得不对 你仔细瞧着他 也许就练对了 小孩道 干嘛呀 独臂人眼中 唯有泪光 低声道 现在还不能说 等你年纪大了 无一练好了 我就原原本本地 说给你听 小孩看眼睛拳打脚踢 姿势极其难看 但隐隐似有所悟 忽地大叫一声 似说 独臂人忙道 别大声嚷嚷 小孩恩了一声答应 低声道 这人的拳脚 我有些懂了 独臂人道 不错 你好好瞧着 你那本拳经刀谱 前面缺了两页 因此 你总说脸不顺 缺了的那两页 就在这炎姬身上 小孩吃了一惊 黄黄瘦瘦的小脸蛋上 出现一些红韵 目不转瞬地望着炎姬 又问 怎么会在他身上 独臂人道 将来自会跟你说 这家伙 本来不会什么武功 但得到两页拳经 学会了十几招 残缺不全的拳法 竟能跟鼎鼎大名的 大拳师大争平手 你想想 那本拳经刀谱 总共有三百多页 将来你学会了 学拳了 能有多大的本事啊 那小孩听了心中激动 眼睛里闪耀着兴奋光芒 场中虽有两人比武 但可看的却只一人 炎姬呢 来来去去 这十几招 大家尾时瞧得艳了 马行空的拳招 变幻百出 花式似乎无穷无尽 一套燕青拳奈何不了对方 呼得拳法右边 使出一套陆志孙醉跌 但见他如风如颠 似醉似狂 或卧倒或跃起 罗汉斜卧 仙人可顿 这一路拳法 似是瞎打乱踢 其实精彩之极 这时 严谨那十几招奔拳 却渐渐不管事了 对方的拳脚来路 也看不明白 不由得心下招荒 猛听得马行空喝一声 招 一脚鲁鱼翻身脚丝腿 正好踢在他腰间 严肌痛得弯下了腰 马行空知道 对方功夫了得 这一脚虽重要害 只怕仍难令他身受重伤 倘若平常比武较量 生了这一腿 自也可以收手 但这番争斗 关联三十万两标银 怎容得敌人喘息片刻 倘若争端重启 也未必定能再胜 当下得力不让人纵身上前 一腿拐子脚 又往他后心踢去 群倒是齐声大滑 严吉乎的一脚 勾腿反踢 来是变幻无方 马行空 虽阅力丰富 竟见不及此 给他一脚 郑重小腹 仰天一跤直摔出去 马春花与徐征双双抢上扶起 但见他面白如纸 连声咳嗽 只说 别死 护镖 徐征与马春花各持单刀 护在马行空两旁 严吉腰里也痛得厉害 右手挥了几下 两名黑衣大汉奔将上来 严吉叫道 徐镖吧 还等什么 群道各出兵刃 骑向镖客杀去 马春花 徐征 七表头 杨表头 大呼迎敌 群道人多 除严吉外 虽无高手 但马春花与徐征 要分心照料父亲 给群道两下了一功 情势登见危急 商宝镇拔出单刀 叫道 三位侍卫大人 咱们动手吧 何思豪道 好吧 赶走强盗再说 四个生力军加入战团 商宝镇见马春花 给两名道伙用兵器封住了 渐渐施展不开手脚 当即抢上鹤道 男子汉欺辱姑娘 两个打一个 不害臊吗 刷底刀 往那高个道伙头上砍去 男人回宾招架 几个回合 商宝镇刀中夹掌 左手一掌 摸在他胸口 将他击得直灌出去 马春花喘息道 行了 这个让我来料理 商宝镇一笑退开 进去帮助徐征 三刀两掌 又打发了一名道伙 徐征感激之余 很钦佩师父眼光啊 这少年武功果然远胜自己 这么一来 听上形势变换 群道纷纷败退 抢着往门口奔出 猛听得一人轻声长笑 叫道 大家住手 我有话说 众人斗得甚紧 没人理会 商宝镇突进人影一晃 一人身掌在面前摇动 当即举一刀削去 那人右手一勾一袋 一将他单刀夺过 往地下摔落 商宝镇大清急忙后院 瞧那人时 却是那服侍华贵的相公 那相公大踏步走入人丛 双手勾拿拍打 只听叮叮当当 响声不觉 兵器落了一地 都让他施展小钦拿手法 夺过抛落 群道与众标客惊骇之下 各自越开 呆呆地望着他 严妻一恶 忽然记起了十余年前之事 叫道 田相公 是你 那相公却记不起他是谁了 祈祷 你认得我 严妻笑道 十三年前在苍州府 小的服侍过您老啊 那相公低头一想 哦 恍然记起啊 说道 哼 是了 你就是那个爹打医生啊 嗯 哎 怎么学会了一身武功 做起寨主来了 严妻上前请安 说道 要请您老栽培啊 这相公打扮之人正是天龙门北宗掌门人田归农 标杨人众 眼见一颗驱退群道 哪知 这田相公不但武功强疾 还与道魁是旧交 这一下 可糟糕已急啊 马行空 低声嘱咐 叫大伙 互助标车 瞧他眼色行事 田归农 双目自左之右 在众人脸上 缓缓横扫而过 然后 又自幼至左 横扫过来 再向天井中倾盆而下的大雨望了一眼 眼光终于停在了飙车上 说道 严兄 今日的买卖 你可赔定了呀 严妻培笑道 嘿嘿 您老人家别见怪 也是兄弟们少口饭吃 走投无路 才干起了这没本钱的买卖来 我们啊 定当改过自新 不敢忘了田相公 今日的恩德呀 田归农哈哈大笑 说道 哈哈哈哈 怎么跟我闹起喧来了 老言呢 你拿五万两标银 够不够实了 严急一正 裴笑道 你老人家开玩笑了 田归农道 开什么玩笑 这里三十万标银 我拿一半十五万 余下的 你拿五万 还有十万两 你说怎么分呢 严妻喜出望外 忙道 哎 您老人家 一并随手带去就是了 还分什么呀 田归农摇头道 那不成 这哪还有江湖义气啊 只才我们进来避雨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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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子衣服湿了 那美妇听她说 我娘子三字 脸上一红 神态威胁扭泥 向田归农 微微一笑 田归农抱一笑 继续说道 刘航这位姑娘 借一给她 这一份情分 不能不报 咱们给马姑娘 留五万两 还有 这里三位侍卫大人在此 场言道 见者有份 每人分一万两 余下两万 就送给此间主人 你说 我这样分法 公不公道啊 眼睛连连鼓掌 大叫道 哈哈 公道至极 公道至极啊 我早说 你田相公 是天下第一等 慷慨豪爽的大英雄啊 马行空 徐征 马春花等 听田归农 侃侃而谈 庞若无人 道四这三十万两银子 已是她囊中之物一般 马行空身受重伤 这么一气 险欲晕去 徐征掩望师父 只问 怎么办 怎么办呢 马春花道 什么怎么办 弯腰拾起地下的丹刀 叫道 姓田的 你当我们是死人还是活人 说着扬起丹刀 竟往田归农扑去 田归农笑道 哈哈 你别逼我动手 我娘子可要喝醋的 那美妇催了一口 笑骂道 贫嘴 但是对她的轻薄口吻 甚为喜爱 马春花听她言语无理 更加恼怒 上背一刀 拦腰横砍 田归农笑道 哈哈 哎呦 我娘子 可不许我跟女人打架呀 手指在她刀背上一击 马春花拿捏不住 脱手撤刀 田归农手法极快 右手抢过刀柄 左手已拿住她的手腕 举起刀来 做事 要往她头颈中砍下 口中却叹道 哎 自这般如花如月貌 怎叫我 不作西域怜乡人呢 商宝镇和徐征 见她戏弄马春花 双双抢出 商宝镇右手一扬 啪的一声 以至金镖 取她左目 徐征急了 来不及拾取地下兵刃 飞脚 就踢她后心 田归农 搜地回身 彻刀亲拿 抓住她足踝 往上一提 徐征身子倒转 只敢腿上一针剧痛 狮声大叫 却是那只金镖 打进了她的右腿 田归农挥手抖出 徐征的身子 犹如一柄扫柱般 横扫出去 正撞在马春花腿上 两人跌在一起 众人见她戏耍二人 如弄婴儿 哪里还敢上前呢 田归农道 田兄 你把镖银 就照世才我说的 那么疯了 套一辆大车给我 我们两口子身有急事 许得冒雨赶路啊 言计大喜 连声答应 群道从飙车中 取出银鞘 一半十五万辆 堆成一大堆 此外 五万辆的堆了两堆 三堆一万辆的 一堆两万辆的 分别堆在地下 向重车服贺道 乖乖地赶路啊 北道上有规矩 陆林豪客 截标抢银 却不伤害车夫 甚至 角力九钱 也依照常力给了 但倘若 车夫不听嘱咐 自然又做别论 重车夫 见了这等情势 哪敢不一啊 将十五万辆银子 装上了车子 冒着大雨 将银车 一辆辆推出去 马行空见 引车出去一辆 心里就发一阵疼啊 只见一辆罗车 赶到停前 车夫拉转 罗子的头 朝向门外 天归农 扶着娘子 便要上车 只要罗车一行 马行空 就身败名裂 倾家荡产 一是辛苦 富于流水了 在颤颤巍巍的站起 突然纵起 叫道 我跟你拼了 双手犹如铁钩 猛往田归农脸上抓去 那美妇看得害怕 吓得大声惊叫 田归农侧身出掌 鸡向他肩头 马行空 倘若未受重伤 这一掌自然打他不着啊 但此时 全身筋骨不听使唤 眼见长道 竟不能闪避 砰的一声 身子飞起 向院中 跌了出去 猛听的一人 嗓子低沉 嘿嘿嘿 三下冷笑 这三声冷笑传进听来 田归农和那美妇 当时 便如听到 世上最可怕的声音一般 二人 面如白纸 身子发颤 田归农出力 推那美妇背心 将美妇推入车中 飞身而起 跨在罗背 双腿急夹 挥边催罗快走 那只他连连挥边 这罗子只跨出两步 突然停住 再也不能向前半尺 众人站在厅口 从水帘一般的大雨中望去 只见一个又高又瘦的大汉 左手抱着一个包裹 右手拉住大车车员 那罗子给田归农催得急了 低头攻腰 四体一气发劲 但大汉拉着车员 大车竟死定牢 在地下一般 动也不动啊 那大汉又冷笑了一声 田归农上字迟疑 车中美妇已跨出车来 向那大汉瞧也不瞧 昂然走进厅去 田归农慢慢跨下罗贝 也跟着进厅了 他全身给予林的湿透 却似丝毫不绝 目光呆滞 湿魂落魄一般 那美妇招手叫他过去 坐在他身边 那高手大汉大踏步进厅 坐在火堆之旁 向旁人一眼不瞧 打开包裹 里面包着一个女孩 约莫两三岁年纪 双甲通红 闭着双眼 那大汉怕冷坏了孩子 抱着他在火边烤火 那女孩正子沉沉熟睡 脸色百里透红 甚是可爱 长长的睫毛旁 却挂着两颗泪珠 马春花 徐徐商宝镇三人 扶着马星空起来 见田归农 对那高寿大汉如此害怕 都又惊又喜 马春花道 爹 你上处还好吗 这 这人是谁啊 这人是谁啊 马星空道 他 他是 大便天下 无敌手 金 金面佛 苗 苗大侠 一句话刚说完 一通的 一通的晕了过去 大厅之上 飞马镖局的镖头和烫子手 急在东手 严姬与那群道 在携手 三名侍卫 与商宝镇 站在椅子之后 个人目光 都瞧着苗仁凤 田归农 与美妇三人 苗仁凤 凝视怀中幼女 脸上爱怜横溢 充满了慈爱和柔情 众人 若不是适才 见那一手抓住大车 连罗马都无法拉动的 惊人神力 真难以相信 此人身负绝世武功啊 那美妇神态自若 呆呆望着火堆 嘴角边挂着一丝冷笑 只有极细心之人 才见到他嘴唇微微颤动 显得心里甚为不安 田归农脸如白纸 望着院子中的大鱼 三个人的目光 瞧着三处 谁也不瞧这一眼 各自安安静静地 坐着一言不发 但三人心中 却如波涛汹涌 有大哀伤 有大决心 也有大恐惧